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每年来到八、九月的时候 又是时候用通证 和大家预测一下 明年整体运程是如何 为何要用通证呢? 其实很简单 因为这本通证 对于很多人来说 一点都不会陌生 而且它推算出来的东西 即是准到令你害怕 就好像过去一年 2019 以及刚刚过去的大半年 它推算出来的结果 令人眼都睹了 好了 2021年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马上去看看 沉气也要讲一下 究竟我们会参考通证的哪些资料来预测呢? 就是这篇地无境 通证除了有春牛图之外 其实还会有 用60甲子循环排序出 C和Book的部分 这两个框框包含着的句子 就是所谓的 一C和一Book 其实它们都是用来 预测那年农作物的生产情况 甚至乎政治 社会 经济和民生的变化 都是那句 最终都是想有一个预测和评估 让我们预先有个准备 可以做到巨岸施危的效果 先和大家回顾一下 左边那段地无经 就是对2019年的预测 它劈头第一句已经是这样说 人民多还起 2019年全年 无论发生在本地 或在全球上 社会上的动荡 贸易战 国与国之间的争拗 作为我们小市民 什么都做不到 那种无助的感觉 我想没有人会忘记 至于它对2020年的预测更恐怖 它都是用了人民这两个字做开头 就是人民多暴族 春秋虽染流 人民多暴族 如果说是指全球大爆发 直到2020年7月31日为止 令到有64万人死亡的新冠肺炎 相信没什么人会不认同 至于第二句 春秋虽染流 都是令人打了个冷震 因为更加反映出 长江流域一带的超大型水灾 其实2020年都还未过完 我们千万不要看漏眼 因为它第三及第四句的预测 秋冬多机壳 高田游得半 应该都藏住了一些玄机 大家如果有留意最近的新闻 原来在广东省 尤其在湛江、蝶阳等地区 出现了很严重的旱灾 已经有成一段时间没什么下雨 而且平均降雨量 比以往减少了近七成 很多农作物都出现枯死的情况 真是绝对不说笑 至于2021年它又怎样说呢 它第一句 疾病稍纷纷 似乎想带出 困扰了2020年全年的瘟疫或疾病 有可能会一直延续到明年 甚至要去到2021年的年初 才出现稍微减弱的情况 但大家看看 当中它没有提及过 这些瘟疫会绝积 又或者会消失 相信只是稍微缓和 听起来都有一点灰 至于这一年会不会出现极端气候 又或者天灾呢 它是这样说的 吴月桑麻好 京商米蜜春 春夏军金雨 秋冬得十分 桑叶树头首 蚱梁自喜恩 连续这六句就这样听 我猜大家都应该知道 约莫它的意思了 吴月和京商是什么呢 原来它是指中国的一些省份和地方 吴和月就是三国时代的吴国和月国 大概就是现在的浙江、江苏、安徽和江西省一带 而京商大概就是指湖南和湖北省 京商米蜜春当中的这个军字 有达到和完善完美的意思 似乎这一年米和蜜的收成量 应该都不用担心 而且四季的雨水也充足 未至于像2020年那样 那么不平衡、那么极端 而桑叶树头收蚱梁自喜恩 所说的桑叶是指用来养蚱的食粮 而这两句的意思就是想指出 这一年造衣的原材料都充足 在纺绩上都应该不算是太大问题 对于负责纺绩的蚱梁来说 更加有一种喜悦和安心安稳的心情 说到这里还有什么是需要特别留意的呢 原来2021年我们要担心的 反而是鸡鸭鸦、猪牛羊等等 在绿畜方面 因为他最后说的这两句 人民占苏式,绿畜胀残群 人民占苏式 苏式有休养生息和复苏的意思 估计他是想说 百姓以往过开的正常生活 应该有慢慢恢复和复苏的迹象 不过以这句句子的排序 对应时序来说 可能要到近年尾才会出现 但绿畜方面就实际很多 因为他说,脏殉秦 脏者原来都是指瘟疫 今次可能轮到发生在绿畜上面 而殉秦这两个字有倒退、拖延 甚至乎有蔓延的意思 似乎这种会发生在绿畜上面的瘟疫 可能会大流行 听起来都真是挺头疼 下一集我会说 《地武经隔离》这段《地武药》 原来坊间有一个传统的版本 当中有一句非常客人的预测 他说,人民留一半 究竟他这句话有什么意思 留下集和大家再研究 如果大家想看到我们更多的风水命理 面相、掌相和易经的节目 欢迎follow我们youtube的频道